西方大多用铜制子弹 为何我国却坚持用钢 难道真是因为穷吗 目前国际上公认制作子弹的最佳金属原材料为黄铜 这和子弹本身的工作原理密不可分 通常来说 常规热武器使用的子弹可以分为弹头和弹壳两部分 当子弹上膛扣动扳机的一瞬间 子弹底部的敌火就会被激发 从而引燃内部的火药 在能量的作用下产生巨大的冲击力 顺利把弹头推出枪管 完成任务的弹壳则由另一侧 弹出掉落 通过子弹的工作原理 我们不难发现 想要保证这一过程顺利进行 就对弹壳的强度以及延展性有很高的要求 强度不够 弹壳就不能承受点燃火药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也就是炸糖 延展力不足 则会导致弹壳因高温膨胀与枪击之间缝隙不足 无法完成有效射击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卡壳 无论是炸糖还是卡壳 不仅会影响作业效率 还会大幅降低枪械的使用寿命 属于大击 经过一代代枪械专家的不懈努力 在一轮轮反复实验论证之后 终于发现了黄铜是用来制作子弹的最佳金属材料 黄铜不仅兼顾强度与延展性 还具有抗腐蚀 易储存 质量轻等优点 如今已被广泛应用在子弹的生产上 可如果你是一位军迷 就会发现咱们国家似乎有点不合群 因为咱们的大部分制式子弹 制作材料并非黄铜 而是钢制子弹 钢这种合金虽然强度够高 抗腐蚀能力够强 但延展性大不如黄铜 一般被认为不是制作子弹的首选材料 那我国为什么舍弃黄铜不用 而改换合金钢呢 真的是因为咱们国内 铜资源稀缺 生产成本太高 我们无法承受吗 我认为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并非绝对 用黄铜来制作弹药 绝不是西方人的专利 据考古发现 铜制弹药最早出现在我国南宋时期 为当时的竹筒火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竹筒火器顾名思义 就是在竹筒内放入火药和弹丸 点燃后由火药激发弹丸完成射击 这也是目前全球已知最早的管型火器 代表着枪械技术的诞生 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后来火药技术传入西方 西欧一些国家率先改良出了技术更为先进的枪械 当时他们用的弹丸是实质的 长期使用因摩擦力过大而导致枪管变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再次从我国古代先贤身上吸取经验 开始尝试用黄铜来制作弹丸 后来随着工业革命不断推进现代工业技术 才有了如今的黄铜子弹 而这种子弹的应用 大幅节省了欧洲军队的枪械和弹药消耗 这也是欧洲列强在近代可以迅速崛起 成为世界之巅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我们当然知道拿黄铜造子弹的好处 只不过在我国开始发展热物期技术早期 的确受困于国内资源的紧缺 数据显示地窍中蕴含的所有矿产资源中 仅有0.01%的部分为铜资源 为了证实这个观点 美国资源局在2015年时 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勘探计划 得出的结果是 在全球范围内可勘探到的 所有铜储备总量约7亿吨 其中老美自己家有3.5千万吨 咱们国家约在3000万吨左右 换算一下 或许大家会更为惊讶 我们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是世界领土面积第三大国 可所拥有的铜资源 仅相当于全球总量的4% 是不是不敢相信呢 那我告诉你 这还没完 即便是这4%的铜 还不是说用就能用的 其中很大一部分 要么集中在和西藏云南的高原上 要么就在江西安徽的层层丘陵中 开发条件十分有限 真想完全开发利用 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你要知道 以目前我国的军力现状 每年生产的各式子弹 都是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的 两者相较之下 性价比极低 所以经过综合分析 才有了用钢制子弹 代替传统黄铜子弹的方案 和黄铜相比 作为全球钢材产量第一的国家 咱们的储备量够大 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而且钢材成本非常低廉 是不错的替代材料 当然 我国钢制子弹的研发之路 也并非一帆风顺 钢材本身的延展性和润滑性 都不如黄铜 但碍于技术问题 上世纪60年代 我们只能尝试在钢弹壳的外部 涂抹铜漆来解决问题 一度引发了西方的讥讽和嘲笑 在实战中 我国制作的原始钢弹 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比如寿命较差 易堵塞枪管 射击距离太短 射击精度不足等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提高我军整体战斗力 军工专家们开始握心肠弹 日复一日 不分昼夜的去寻找技术上的突破口 最终 黄天不负有心人 我国先后研发出了 附铜钢弹药和涂漆钢弹 两项核心技术 这不仅进一步降低了 我国子弹的生产制造成本 也使得钢制子弹的综合性能 无限接近传统黄铜子弹 到上世纪70年代 我国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 且成熟的钢制弹药生产体系 就在西方还拿着自己手中的子弹 引以为傲 唱衰咱们的钢制子弹时 我国早就布好了一盘更大的局 要知道 不是所有国家都有铜矿 也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靠进口来获取资源 但每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必然需要建设自己的国防力量 有枪就要用子弹 可煤铜怎么办呢 我国的钢制子弹 恰好就是最好的替代品 上世纪中期 由于欧洲的子弹生产主要以黄铜为主 我国性价比极高的钢制子弹 得以迅速抢占国际市场 1972年 老挝与我们签署了第一份钢制子弹出口协议 从我国一共进口总计50万发的7.62毫米步枪弹 标志着我国钢制子弹得到了外军和国际社会的认可 一直到80年代末 我国的子弹广泛出口柬埔寨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并且开始对友好国家转让突七钢弹生产技术 实现了我国弹药领域的批量出口和技术输出 80年代至90年代 我国开始以各种形式 驻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 实现了几乎全方位的钢弹技术转让 帮助这些兄弟国家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弹药生产线 为全球民族解放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子弹是所有枪支的灵魂之所在 不仅决定了射击的精度和威力 也对枪支本身的使用寿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那么对于任何需要用到枪械的人来说 子弹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枪本身的性能 因此如何让子弹的表现更加突出 就成为了全世界枪械专家研究的重要课题 进入新时代 随着全球能源的不断枯竭 铜矿的产量越来越低 价格却几何倍数的飙升 就算是英法等老牌欧洲列强 也在军火生产上感到力不从心 试图寻找更好的改革路径 而更换技术较大 需求率极高的子弹就成为了重中之重 相比昂贵的黄铜子弹 显然经历了时间考验 且成本效益更加的钢制子弹是不二之选 因此包括欧洲在内的很多国家 如今都开始效仿我国采用和更换钢制子弹 最后补充一点 即便是在我国 钢制子弹主要应用在制式步枪等抽壳力较大的枪械上 而手枪狙击枪等对抽壳力要求不高的枪械 或者具有特殊性的高精度枪械 则依然选择黄铜子弹 好了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吧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